那我要強制停止啊 停用啊 清除資料啊 或是什麼 清除快取啊 最方便 那以前是怎麼樣 設定應用程式 管理應用程式 然後可能在全部可能在那個下載 然後你就在這邊找啊 找半天找半天 那如果是中文字 不好意思 那是按照字怎麼排列 所以中文的名字 程式是在底下 最底下 這很底下的地方 那你要滑好久 太麻煩了 這樣很讚 我覺得這個設計是很讚的 因為我可以節省很多時間 然後再來我們看通知列的部分 首先呢 首先我要打 請稍等我一下 我現在是從另外一台 另外一台模擬器去call他 好 好 那我看一下通知的部分齁 首先 通知也是一樣 都在這裡 然後以前這邊都要全部清除啊 什麼的 然後現在就打他 然後這個是可以進入設定 然後這邊就是 未接來電 然後簡訊 都從這邊控制 那還有一個特色是 以前解鎖是不能 以前在這個畫面是 解鎖畫面 這個畫面是不能 拉那個通知列 然後現在是可以的 所以不需要解鎖就可以看 但這樣有個壞處 比如像這樣 我簡訊就在這裡啊 簡訊內容是顯示的 所以別人可能不需要解鎖 他也可以看到這個簡訊 但不然是好還是不好 所以方便就不安全 安全就不方便 是不是這樣 好 大家放上去 好 那一樣我要示範一下 這個清楚如果 欸 好 秒了 我一樣這樣子 真是清楚了 好 再按這個 全部清楚 然後這個 然後解鎖 OK 好 清楚 然後這個 瀏覽器部分 瀏覽器呢 這個 模擬器的瀏覽器很陽春 好 模擬器的瀏覽器很陽春 它只有這個鍵 那另外一個選項的 設定選項的按鍵 它其實 這邊是棉咬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是Glass Nexus才會有 那就不 那比如說什麼 它講了一些特色 比如說什麼 搶置切換到電腦版網頁啊 然後那個 設定怎麼可能 不可能嘛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很奇怪 好 那我點這個的話 它可以看到所有的那個 分頁 最多到16個 好 所以這是查看分頁 好 那一樣 這樣子 就關了 所以這很讚 這是很方便 單手操作的 然後 書籤的部分呢 這邊可以進去 那這邊是寫個本機 那因為模擬器 是沒有 同步Google帳號的 所以我們要把我的 KROM的書籤 突入到這台 模擬器上 所以再看一個叫紀錄 好 紀錄 OK 那還有一個叫儲存的網頁 什麼叫儲存網頁 我比如我可以把 時刻表啊 查好東西啊 那有的人 呃 沒有吃到飽吧 那他必須要很節制的使用網路 那就 可以現在家裡查好 好 查好之後呢 我就儲存起來 比如說時刻表 欸 時刻表其實不太行 我不知道 如果有一些網頁 你覺得很重要的 好 那網頁上面有你要的資訊 那就把它儲存下來 那就會存在你的手機 所以以後挑手機 有個重點就是 你的容量 要注意 因為他這邊 沒有講 好 呃 應該說發表會他沒有提到 如果他存在記憶卡 那也就算了 但是他如果在手機裡面的話 你的手機快就爆掉 因為你要儲存五六個網頁 他可能快就爆掉 搞不好 我不知道 那容量多大你也不知道 大小你也不知道 誰都沒有講 好 他沒有交代清楚 所以 所以手機的內建空間很重要 至少要 個人建議至少 10GB到16GB起銷 你再來買 那什麼512M的那個 Long的話 請不要買 那個真的是入門款 你真的會用到很想哭 對不對 好 主存網頁 然後就可以儲存起來 就可以節省時間 然後剛剛講的 強制到 就切換到那個電腦板 那因為這個 模擬器實在是 就是瀏覽器很揚穿 那沒有這個 OK好 再下一個是Email的部分 但是呢 我是要暫停一下 因為我要設定Email帳號 好 現在我們已經設定好的電子信箱帳號 叫做Android Test 好 那我現在這邊有三封信 那我可以示範什麼呢 首先第一個 滑動切換上下 就是前後性 前後性點 怎麼用 你可以點這個 點 OK 那你也可以回去 剛剛是傳統方式 那我現在用 新的方式 我這樣滑 所以說應該是可以啦 啊 模擬器上面好像都失敗了 好 模擬器上面可能不行 OK 好 好 這個是移植的功能 那底下三個就是 是撰寫新郵件 然後切換資料結 然後重新整理 就這樣 那可惜那個新的方式是沒有 在這邊用 好 到底說我應該可以就是 前後 這個 切換 新舊信件的話 我只要左右滑 好 一樣 方便單手操作嘛 好 再來我們來看看設定畫面 設定畫面怎麼進去 有幾個方式 第一個方式 在桌面按Menu 但如果像Glassynext 他們並沒有Menu鍵 那怎麼辦 你可以從第二個方式 叫做這個地方 日期旁邊就是 這樣就是設定 進來了 第三個方式 這邊有個叫設定 好 設定就要講資料使用 這是要用的地方 OK 好你可以設定那個 上限 那這邊的話 你可以調日期 左右移 很直覺 又很難嘛 沒有 那因為 模擬其他 他預設雖然是3G 但是呢 他並沒有那個 他不會記流量 那我這邊也可以關掉他 你就按 確定 他就停了 他開啟 他就開啟 繼續3G OK 那我們在Menu之後呢 你可以漫遊 你也可以限制背景資料 但是呢 限制背景資料這個功能 在模擬其實不能用的 比如說我現在勾選他 他就跟你講 啊 什麼限制要 才能限制背景資料 設定行動數據 限制才可以限制背景 那因為 他沒有流量嘛 啊沒有流量 你就沒有辦法設限 所以他整個功能就是 都是 沒辦法用的 OK啊 這設 設定地方 我們可以多看幾下 OK 好啦 比如說聲音 習慣一下 觸控一下 顯示的地方 好 顯示的地方呢 這邊有個新的功能 叫做字型大小 我常常 欸 之前 常常在那個 手機上面看到有人問說 這個 Android手機的字好小喔 我要把它放大 怎麼放大 啊 這個Android 4.0 Ice cream 這個 冰淇淋三明治裡面就有個 叫做 字型大小 我叫調特大 這樣子有沒有比比較大 有 對不對 這邊變大 這邊有嗎 有啊 有啊 有變大了 好 再來是 攝影畫面講完了 欸 是要直接用來講 全景模式 全景模式在哪裡 在相機嘛 那這個相機呢 會有點問題 它會 就是快 但是這是正常的 因為這是叫做流 這個模擬器 是以外 模擬器 所以正常 好 我們點了相機 好 等我一下 好 它會一直有顏色 不要理它 那是正常 OK好 我現在轉橫了 轉橫 你看到這邊 轉橫有沒有 你這邊看到 欸 轉橫就是我的那個 新錄影畫面沒有轉 OK 好 轉橫就